现在还会经常想起小时候的记忆吗 啊 很多 到了我这个年龄快六十了 小时候那种快乐时光反而会想的多起来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最近在想 抓鱼木虾干农活 我干农活 手脚非常快 从小我母亲对我要求就是手脚卖了就爱打的 真的是十几岁吧 我们村上 包括整个公社应该插秧速度比我快的就几乎没有了 家务会要干得很好 我七八岁开始就在家里父母出去下地干活我就开始做饭 所以现在我在家里 这些饭菜对我来说做出来轻而易举 很简单的是吗 那你后来想 万一当时最后一年没考上大学怎么办呢 农民企业家 就对的 我现在 我的小学中学同学 有七八个 农民企业家 当然他们都没有做成上市公司 但是也不错 江亦人天生就有点会做生意 当时我上大学以后 我们就开我妈就开始开那个叫做锡钢片厂 拿那个 边角料的锡钢片 锡钢片不做边压器吗 我妈就是那个 家庭小工厂的带头人 他就 跑到那个 各个大型的锡钢片厂 把他们的边角料买下来 那个很抢手的 我好厉害你妈 特别抢手 我妈就一去就会坐在厂厂家里一坐坐两天 弄到厂厂最后不好意思就把边角料给他 哈哈哈 用首付托拉机 一开 一二百公里 到那个 苏北的那个大工厂去 拉回来 自己做做做 就来做成了 农村第1个万元户 所以 妈妈是 对你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 比较大 但我上大学也是因为我妈妈 老太太 老太太呢 就是说当时我上大学 首先是自己 我想 我想学 第1年第2年没考到 到第3年考的时候 我今天跟妈妈说我还要考第3年 老太太也没反对 我们县的第1中学 搬了个补习班 没有任何门路 老太太 在对城里一抹黑的情况之下 一个人跑到城里三天 居然就帮我 放进了一个补习班去 我觉得你妈 真的好厉害呀 好厉害 老太太就在 现在就在这儿呢 在楼下呢 老年痴呆了 连我都不认识了 在85岁以前 我把他移来超级精明 85岁的时候还能把家里的所有的事情记得清津厕所 拖来到86岁 脑子就开始衰退了 就一年时间 就脑子就乱了 天天骂人 一年以后突然就安静了 就变成了一个无知无觉的 老年人 现在已经有4年过去了 我母亲的老年痴呆 他也给我带来了一个警示 85岁开始老年痴呆 那这是有遗传性的这个报名 那我想如果我也到85岁开始老年痴呆 假如说 那我也就是20多年的时光 20多年就是一瞬间 那我这个20年我应该怎么过 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思考的重点 哪些该放弃 该果断的放弃 哪些不能放弃 无聊的社交我现在就放弃了很多了 已经不合算了 那种虚荣心的事情 这种东西肯定对我来说 也 不是我思考的范围 那什么东西更确认是一定要做的 我也是95年去的美国 我回来看到了互联网 我也同样时间看到了互联网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可以帮学生发email 那就回去 每个我就帮学生发email 发到美国大学去 完了每封信收5块钱 你看 这就是差距吧 你想过 你在历史中的角色 没角色 我在历史中有啥角色 我觉得在历史中的角色 我觉得至少有几个要素 第一要素你做出了改变历史方向的事情 战中间的英雄伟人 当然更加厉害的就是改变人们的信仰 释迦牟尼是吧 耶稣之类的是吧 再一个呢 就是说你 你是创造了某种思想体系 给人带来了就是说 某个阶段的社会的思想变革 卢苏 弗尔泰 康德 这些人都应该算 包括尼采 都应该算 就是 那我们 就是我后来想了想 我啥都不是 你说的都太大了 他们全是就是 全是没太多 但是你 但是比如说你 确实是在 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之中起到一个 扮演了一个很有很有非常 也重要也有意思的角色 其实没有 我自己也想过 就是假如说没有我 九十年代的中国留学 照样会兴起 我只是起到了一个催化的作用 就是说 推动这个 兴起 比较 前的到来 并且它推动了更多的人到国外去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新德方的这个励志 加上那种狂热 点来了很多 本来并没有想点来的火花 但是 坦率的说 没有我中国留学这样会兴起 到今天为止一点都不会 少太多这样的人 那现在做的这种培训教育 帮助学生提高 英语水平 数学水平 什么高考成绩高一点 我觉得 其实更加是 我不做病人也在做 有很多竞争机构 跟我做的同样的事情 我并没有做的事情就独特 有的时候我在想 我当时如果就留在北大做学问了 现在其实生活会更简单 更爱你 读读书是吧 在北大上三部 玩了几个学生跟他们聊聊天 是吧 其实就是说我要去做访问学者呢 我比王室更加有优势 是吧 对 我的语言 至少不用重新学语言 王室在哈佛大学学语言 学了个办事不和 但你看他都已经哈佛剑桥 完了呢 现在是在 在以色列 耶路撒冷大学吧 对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 他也不是说为了真正的 要搞多大的学问 而是说满足自己一种内心的 可能想要的那种状态 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 我是一直想要的 就没时间是吧 对 就是那么多人在信任新东方 包括家长孩子 那还有你买了你的股票的股东们 几万的老师员工管理者 那你会对此遗憾吗 你觉得好像 我其实本来希望自己成为斯坦福那样的人 对 弄一块地 造一个大学 把一辈子的钱就弄进去 最后变成一个中国顶级名牌大学 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和想法 这个念头想法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环境 那你能把这些念头做成 但是我确实是有某种教育理想 但是也没想清楚的 因为我现在 也被现实生活和工作 弄得焦头烂额的 这校园刚造好不久是吧 刚才还没建完 还没建完 但学生已经来了是吧 学老师这一层是我的办公 办公室这一层 学老师这是我的办公室 我来我来 你看这前面就北大 北大的那个学生宿舍楼 一个脚 要看一个脚 你这么爱北大 被北大驱逐那一天 是不是非常的 其实北大也没有驱逐 就是我85年来就在北大 8687年到88年 我一直很悠闲地过着读书的 教教学生 反正学生爱来上课 不来上课 都跟我没啥关系 这样北大的风格不就这样 突然发现周围的同学朋友 都开始出国了 第一个offer是谁 是哪一个 第一个offer是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给了我两万美元的 那个就是奖学金 就说就剩下一万就得你自己 想办法了 我还真是到处借钱 根本就借不到 谁借我那么多钱 以前彼此英雄汉 反正他现在也不给我发全个奖学金 那我就干脆自己去赚这个钱呗 完了我就在北大的应该是在42楼 还是就一楼 那个拐角那个 我知道 这42楼 对 但那个大楼的 每一个楼的拐角不有一个活动室吗 那个活动室是不做学生的 里面放个大电视机什么的 我就向那个这个管楼的人 租了一个小活动室 活动室里放上二三十张客桌椅 然后就让这个就在北大里面 无证经营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时在班内的时候 就说正式的北大班 我也给他们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孩子不少都要出国 我说你们学这个贩毒有啥意思 22篇课文 讲22个礼拜 你们的智商和情商 哪需要我讲22 我说20篇课文 我用三到四堂个给你们全部讲完 讲完剩下来的 我说我就给你们讲兔福算了 所以北大的第一批考到兔福高分 并向到国外去留学 都是我的学生 对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经验 移到了收费班 还是在北大 大部分还是北大学生 但是已经有外面的 听说的也进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就是北大处分我的一个由头 因为北大突然发现 有人从北大的 自己开的兔福班里面 退班了 跑到我那来上课 等于我侵害了那些 在英语系绊绊绊的那几个人的利益 那当时北大 给了我一个行政纪国处分 叫做 还把我的这个处分通告 贴在北大的储厂里面 贴了一个月 大喇叭 当时北大的那个大喇叭 播了整整一个礼拜的处分通告 那我就出去 我一边出去 就说这样我可以自己继续看白 赚足够的钱 到最后钱够了 我就到美国去留学 我留学如果我真拿到博士学位来回来 你给它 我再来也不晚 其实当时我出过的钱已经有了 但是呢 被钱迷了心窍了 我觉得这么好赚的钱 我干嘛那么那么快放弃呢 我就继续再干一两年 再说呗 当时特别有意思 我跟我老婆说 你看我们干到30万就可以洗手不干了 因为30万当时换这美元的话 就四五万美元了嘛 那到美国去留学足够了 没想到到了30万呢 就是我们一合计就说 那干到一百万吧 竟然那么好赚钱 干到一百万吧 干到一百万了 也守着放手 对 就是一个典型的 把自己从输灾生活 回到现实生活 并且变成商人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分界线 我们可以往里走两步吧 可以啊 当年这里面的荷尔蒙弥漫 这么多年轻人 是吧 这个好像又在做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办公室是两边是吧 当时 当时应该是从这儿 你看有说这个门进去的 这样就变成功能柱 上面能进去吗 可以可以 打开了可以进 连这个灯都没有 原来我们在的时候 给它赚了不少钱 现在菜地没了 可以可以的 应该看不到 被封起来了 对 下去吧 这个地方已经弄成这样了 哎呀 开心 说这个礼堂 至少走出去了一两万 中国的留学生 到美国的名牌高校去读书 就在这儿办公 晚上就在礼堂的 一千多人 进两千人的座位里面 给所有的学生上课 最厉害的时候 大概能上到十二个小时的课 就北大 北大 北大 一个月的课量 我大概两天就能上完 是不是世界范围里的英语学习 没有像中国 像新童话这种方式 全世界范围里面 有相似的 至少当初是没有的 因为当时我91年出来以后 我用的第一批老师 全是北大的我的同事 因为因为水平好 是吧 也不需要培训 但是后来 其实过了半年不到 这批同事 就全部被学生给赶走了 不是这些老师的英语水平不行 而是他们就是 不能符合学生的 本身的就是学习需求 因为这些学生来呢 就希望以最快最短的时间 能考出最好的分数 也就是说本质上来说 他们来不是为了 真正的提高英语水平 他们都是为了提高考试水平 刚才我觉得在礼堂 也有点像当年那种 19世纪中叶旧金山那种感觉 当年那些go rush 然后你是给 当时做基础服务的 对 有点那个感觉 那种历史的特定语境 不可复制了 不可复制了 自己有意无意的 参与了一个历史时期 是怎么样 对 包括我们说 大家对英语的这种变化 80年代是那样的一个起 90年代变成一个 充满了就是平等 各种寻找机会这种狂热的时代 2000年之后这种东西又发生转变 我们又入了WTO 又开始办了 对 其实大家对英语的态度没有改变 但是就是 80年代大家英语水平都很低 90年代大家是追求出国 也不是追求英语水平 90年代的英语学习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要出国的 一种人就是要在工作中 要到外企去 要到外企去 到了2000年以后 成人学英语的热情反而下降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成人 一个是英语水平开始提高了 第二个是就说从初中高中开始 英语教学到大学 英语教学加强了 当时四六级考研 第三个呢 就学生发现工作的机会 不仅仅是去外企了 对本土企业兴起了 创业公司啊 自己干活啊等等啊 公务员啊 发现这个东西 英语水平其实不是一个 真正的强制的刚性需求 英语就变成了一个 华向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就是说青少年的英语培训 是从2000年开始 就是猛然兴起的 很多家长突然意识到了 我的孩子未来是要出国 或者说我的孩子未来 考大学的话 我的孩子英语必须要好 像北京上海就从一年级就开始了 就这个变化特别明显 那青少年的英语学习 就一如既往的就是火热 就是越来越热 现在英东方这种 他的收入比例来讲 青少年这部分占多少 那部分已经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了 对 对你来说英语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跟徐老师聊天 就很强的感觉 你看他一方面在翻译乔伊斯 翻译王尔德 就英语是一个那种文明 那种连接 对你来说英语是 是什么感觉 英语后来变成了 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对 那会不会那种 对自己这个培训的 这种本身的怀疑 我也就是 会经常怀疑是吗 其实因为怀疑 所以反而我做新东方 做的不是那么带劲 你知道吗 来 这件事情就说 就是应该这么说 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毕竟在帮助 成千 新东方一年三百万学生在这 帮助上百万的学生 因为新东方的老师的辅导 他们的在班内的成绩变得更好 你不能说这些是没有意义 那某人是不是也加固了 我们并不喜欢那一套英识系统 或多或少就是说 但是我做的事情也不是坏事 为什么呢 你看想要出国的孩子 通过我们的培训 他上了国外更好的大学 是吧 那么想要上大学的孩子 通过我们的培训呢 他上了中国更好的大学 而我对新东方老师要求 就是尽量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 只要他跟上了 如果没有新东方老师辅导 他依然能够跟上 我觉得只有新东方的成功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做的事情不伟大 也不是坏事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 城市孩子上不了大学 对城市孩子影响不是那么大 他有很多的别的机会 可以出国 是吧 还可以就是说 就是说 父母帮他们解决别的办法 但是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 其实他就变成一辈子农民了 你是不是对这种平等 对这种公平是非常的 我是挺在意的 对 非常在意的 挺在意的 很大的驱动力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的部分以上 是我的教育理想 一点都不宏大 因为宏大的教育理想 都是要做全人教育啊 什么就是数字教育啊 就是说 把中国孩子培养成 世界的精英人物啊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我现在我更多的精力 自己已经倾斜到了 就是农村 我怎么样把新东方的教育资源 在我隶属能力的范围之内 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孩子 这件事情 也许别人不一定愿意去做 也不一定泄于去做 而我有能力调动这样的资源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情去做 也许反而就是 是有点意义的事情 当然思考归思考 要做起来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是因为现实太复杂 太麻烦了 就不太好说了 就是现在的农村呢 出现的问题比较麻烦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农村是不是会进一步 空心化的问题 就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是很热闹的 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所 你知道吗 农忙的时候的热闹 农忙以后的庆祝 过节的时候的互相亲戚走来走去 小朋友在打鼓场上 打打闹闹 你现在在农村地区 已经看不到一个 像我们小时那样的那种兴旺的农村景象 所以你就会发现 大量的农村小学 国家造了很好的校舍 当时造的校舍 一般能容纳300人到500人 一个大的村小 结果现在通常只有80人到100人在里面上学 为什么 那个并不是这个村庄的人数减少了 村庄里面的户口还都在这 宅基地还都在这 搬到省城地级市县城去了 还有镇里面 现在镇里面的小学一般都是满的 到了县城的小学和初中 那就买得不得了 它这里面一系列的反应 国家的教育经费是根据生菌不款的 如果这个学校是300人的话 根据300个学生的生菌不款 这个学校冬天的供暖费 什么电费 什么都是够的 现在降成了比如说100人 少了200人的生菌不款 他还要维持那个校园 其实到冬天 取暖费没了 我去支持了两个校 给他们装了电暖炉 因为不允许烧煤 烧煤污染环境 他弄完电暖炉 他不开 我说为什么不开 他一开 一个冬天就是4万块钱的电费 我没这个钱 所以我就说 那我每年给你4万块钱电费 但是你这个能弄几个学校 弄不了几个学校 所以中国农村发展 怎么变革的问题 孩子教育问题 怎么解决 公平性怎么解决问题 反正我还没想出头绪 但是这个事情 没事有事 就会在我脑袋中转的 这现在想最多的一个 这算是有意无意想的 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天天到农村去考察什么的 我一年也就最多走两三次 我今年冬天还要到农村去走一圈 我就是在 就很多问题 是短时间的很难变过来 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 你是个人是解决不了的 一 Hä'i fi fi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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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上课时间到了 请细思回到教室 准备上课 时间要已经到这儿来了 现在我们高中部的指引下载 你好 辛苦了 真是在大山里面 这下园刚造好不久 是吧 刚才还没建完 还没建完 但学生已经来了 小学初中的孩子 绝大部分就是这里 毕丽不分搬迁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反正就是在城里工作 或者说是 很多都在外地打工 外地打工 国家现在其实是在做现役计划的 老百姓就全部搬到了自超县城里面 给他们安置 也给他们找工作 完了所有的孩子 就这个县城 他就会造一个专门 这些安置过来的孩子们的中小学 但这个呢就是说 父母不在身边 孩子的照护问题 心理问题 我就现在就是 有上百所农村高中孩子 在跟着新东方学习 新东方有一千多个老师 每个人带一到两个农村孩子 通过现在互联网手段 好 这就是好 谢谢谢谢 我们面对高考肯定是考到的大学越好越好 因为好大学带来的它的资源比较丰富 有那么多人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做不成呢 一定要有机会从大山里面走到中国 也一定要有努力 从中国还要走向世界 再从世界走回来 在新东方有一句话叫做 让学生走向世界 把世界带回中国 有没有信心 对 有 这是最重要的 对 那你们就去忙你们的了 对 我们要去换看 这里面是吗 这挺好的 我已经早就忘了 这太难了 这已经很难了 对 你还能写出来吗 写不出来了 不会了 这个大概还记得 这个稍微简单一点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数据思维和抽象思维 所以我看到任何数据思维和抽象思维 我都是晕的 我就不能老跟一堆人在一起 我也不行 对 你也不行 但我觉得你看起来挺行的呀 对 面对这些农村孩子 我会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种 就是说 鼓励的鼓舞他们 对 鼓励他们的一种亢奋状态 过去这些年你做这种 就是你希望帮助这些更边缘的 或落后地区的学生提高升学率吗 就这个努力在当时 最初这个想法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改变 自己命运的唯一的机会 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一个农民的孩子 如果说能上上正规大学的话 对他来说扩大他的事业也好 扩大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以及人脉关系也好 以及他的自我认知也好 一定是有大大的好处 我相信进了大学 整体来说命运总会变得更好 因为人的想法是被观念改变的 那能够改变了观念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大学 大学生在那里不是说有一个校园 不是说教了几门知识 而是他同学之间 同学和老师之间 或者校园和社会之间 一起相融 相碰撞 给这个人会带来 人生一辈子的这种观念的改变 这是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说 大学应该是一个自由的 包容的 开放的地方 应该比社会更加自由 包容开放 原因就是因为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间 他们才能碰到出火化来 才能碰到出思想来 才能碰到出眼光和格局来 这是我对大学的定义 我认为大学 不是去学专业的地方 你觉得你是我们有几个人 这个一辈子用的是大学学的专业 你看你学计算机的 你用到了吗 我学英语的 我现在一年能用英语 做一两次讲话就了不起了 对吧 他都不是在大学激荡 碰到出来的思想眼界 对人生的不满 和对世界的不满 最后希望改变自己 和改变世界的那种心态 这个东西是 你在农村学不到的 他不上大学学不到 你在工厂打工学不到的 那么他既然有这样的好处 我能做的唯一的就是 帮他上大学 因为这里面的鸿沟是无情的 表面上是打通的 比如说表面上打通 比如说中国的高考 所有的孩子 只要上到高中都能去搞 不管你农村孩子 最后分数是一样的 所以表面上打通的 但是实际上 他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城市的孩子 他从小可能就是在 最好的业务员 最好的小学 最好的初中 最好的高中上学 他很自然的 这条路对他来说 是一个没有障碍的道路 在农村孩子来说 小时候有的农村孩子 是业务员都没有 从小在那个春小上学 完了又到 到正理的初中上学 正理的初中 他连到县城最好的高中 他都去不了 以至于高考中间 或者是中考中间 出现的题目 对农村孩子来说 比如说你出一个 有关高题的题目 是吧 有关Elon Musk 这个火箭 上天回收的题目 农村孩子可能 看都没看过 你让他这个题目上 他怎么竞争呢 所以这样的 隐形的这种鸿沟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我昨天我在教室里面 其实我感觉挺矛盾的 就一方面 这些站的小孩 有这么好的学校 可以来读了 你看到那个黑板上写 然后旁边全都是 其实就是科举那 就是过去的科举那种 金棒提名 就是这套系统 对我们的影响怎么大 这么多年 一点变化都没有 对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 从一个意义上来说 是真的 必不可少 没有办法 因为它没有任何一套 更加有效的制度 来公平的选拔人才 但是呢 学校里面的教学体系 可能会发生 比较大的变化 但现在呢 有几件事情 我是在认真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 科技与教育结合 到底会产生 什么样的教育产品 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探索 比如说能工智能 跟教育结合 大数据跟教育结合 是吧 这个到底能产生 什么样的教育产品 这样的教育产品 未来能不能普及到 公立学校里面去 并且对公立学校的 孩子的学习 和老师的教学 产生一个 至少更加高效 或者说是 更加快乐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能够做到 就是比如说 现在就是一个老师在那儿讲 所有学生在那儿听 一张卷则考试 合格和不合 这种方式 有可能会改变 它会可能会变成 讨论型的 或者说是 比如说是人工智能 可能就变成了 知识点教学 老师就集中培养孩子的 情感能力 思维能力 和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可能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学校里面的 组织模式 学生的成长模式 未来是一定会改变的 包括现在正在 出现的这个区块力 就是不可篡改 这个记录 的这样的一种功能 他可能能够把学生 比如说从初中到高中 他参加到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上课 所有的习题 所有的这个答案 所有的他的表现 都可能记录下来以后 经过人工智能分析 最后到高上 自动给出一种评价 而这个评价是不可篡改的 这个评价 其实有可能就 表明了你这个人 其实可以到什么大学去上学 那个时候高考可能就 就是一考定终生 这件事情 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哇 那这是一个题 当然这件事情 能不能来临 我不知道 我只能做这么一个设想 那你说那时候 人生会更开心 还会更沮丧 它可能是另一种 因为你少随时被记录 也是个很恐怖的事情 有可能会很开心 因为他 甚至学校的期末考试 都不会有了 因为他不需要期末考试 对待他每一刻 又面临着被记录 也有可能 是吧 所以不知道 至少我认为 现在那个在教室里面 镜头对着学生 记录学生在教室里面的 一举一动的这样的行为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就灾难性的 对人的塑造是很可怕的 男孩子连递个纸条都不敢了 我们年轻时候 高中给女孩子 递个谈恋爱的纸条 偷偷地递过去 看看课外书 这是一种人生的美好的回忆 现在镜头一照 纸条还没递过去 下课就被老师 找过去谈外去了 然后已经在区块链上 记下了扣三分 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还是别实现了 所以搞不清 其实我一直认为 真正的教育形态 就是老师和学生的一种 充分的没有压力的交流 并且老师引导学生 对于知识真正的热爱 让学生去追寻 对这个知识的探索 那是 是